大貓熊團團19號病逝 讓許多人感到相當的不捨 而現在竟然連詐騙集團也跟上這個話題 有網友收到了一封詐騙簡訊 上面寫著 我是團團 其實沒有死 只是被抓去修行 差1000億元就可以交報 簡訊曝光之後 也讓許多網友超傻眼 大貓熊團團19號過世 沒想到現在卻有詐騙集團 藉此動了歪腦筋 有網友收到一封簡訊 上頭用第一人稱寫著 你好 我是團團 我沒有死 現在被抓到中國修行 還差1000億就能交保出來 更直接附上一串支付平台的帳號 強調現在過來幫忙 就承諾會讓你有吃不完的竹子 並成為木柵動物園的觀光大使 不會 很蠢 不可能的是 我不會相信 太有創意的東西 大家可能也不會相信 說不定真的有人會試試看 也有網友很不買單 怒轟很爛的詐騙手法是想錢想瘋了嗎 還有人突破盲點反問 為什麼我要有吃不完的竹子 難道團團成金了嗎 還會使用手機 甚至有人開玩笑說 動物園那些動物都是公讀生吧 還有人認為 詐騙集團真的太惡劣 居然這樣消費團團 而對於團團過世 動物園也設立了團團追思區 大貓熊館館長也透露 保育員現在的心情 他們也是需要一點時間 再慢慢地沉澱 不過保育員現在還是會秉著著 專業的精神 然後努力地 用心地照顧其他的三隻當冒雄 團團的離去讓大家相當心痛 但實在也沒料到 還被詐騙集團當成話題 也提醒民眾多加留意 在劉聚黃明勝台北報導